但是呢,神他永远不会疲累 我们现在来打开《马太福音》16章 今天早上 我们要来看这个属灵权柄 就是神赋予给教会的 把这个属灵权柄分次给教会 我们要寻求来了解 有了这个国度的钥匙 捆绑和释放是什么意思 《马太福音》16章的信息 他整篇,整章 我相信呢,都是 重点就是在23节 23节就是当耶稣 他对彼得说 他是斥责了彼得 听起来这个好像很严重 他为什么要斥责彼得呢 因为彼得他有一个倾向 他的心态呢,是放在人的喜好 而不是神的喜好 这个就成为一个信徒最大的挑战之一 因为我们想要活出新约的一个信心 但是时常呢 我们进入了一个陷阱 我们只看到 寻求我们自己的喜好 而不是神的喜好 我们参加聚会 我们来教会 我们去祷告店 我们去特会 我们听教导 还有敬拜 那么之后呢 我们都对话说 你喜欢吗 我说我喜欢 我这个不太喜欢 那个太大声了 或者是他说的太严厉了 或者是太轻松了 那么都是经过我们自己的眼光来批评的 我记得在几年之前呢 我坐在祷告店的时候 我清晨六点钟的时候 我好像在对神抱怨 那是星期一的时候 我说神啊 我好累啊等等 就在抱怨 那突然神非常清楚告诉我 我说伊萨 这个不是为你的 这是为我的 我说哦 我忘了有这回事 那么基督的肢体也是一样 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敬拜 我们所做的 我们这一世代 所经过的事情 不是为了我们 而是为了耶稣 大部分是为了列国来荣耀他 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前面要成为新乡的祭 罗马书十二章说 我们是活的祭 那你看我们被滚起 我们被捆起来 我们放在这个树枝上面要烧 记得吗 那是因为神 他自己投资了一个他的一个计划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到马太福音十六章 我们要讲到一点马太福音十五章 就是有关于神 他自己的心意 是我们要以神的心意为中心 我们怎么样走出教会的一个命地 那行出神在地上还列国身上的旨意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些经文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 耶稣就问门徒说 这个我们很熟悉的 他说人说 我人子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就对他说了 西门 马月娜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他还告诉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因坚 彼得他刚刚的这个 对耶稣所说的这个任性啊 是耶稣建造教会的一个磐石 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这也是耶稣现在所做的 他继续说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不能胜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告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这个就是我建造教会的一个基础 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父啊 我们来到你的同在之前 我们今晨需要你启示的灵 主求你来注文我们的心 我们求这个耶稣 在我们的心中被高举 我们也会被搅动 我们整个属灵的家庭 经过了搅动 我们就更加的接近你 更加的来遇见你的能力 你的怜悯 还有你的爱 那我们的心会专注在神的旨意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 即便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个利益 主我们要来尊容你 我们要同意你的旨意 和同意你的计划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必须 我们信徒不只是领导 就是所有的信徒要知道的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问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前途是什么 我们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是如何能够来反映出 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 那为什么又要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是进入了新约当中 我们已经联系了一个天堂的家庭当中 那么父对我们生命是有一个计划的 那么他已经设计好了 教会基督的信仰 不是因为我们加入他才开始 这他已经设计好了 而且神呢 设计了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目的地让我们去走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的话 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暴躁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非常的茫然 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更大的图画 更大的意象是什么 也许我就像你一样 我们呢就是要专心 更加的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喜好 或者我们自己要的事情 而忽略了神的喜好 神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16章 这是第一次在新约当中提到教会这个词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个神他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成为教会的一部分要做的是什么 该想的是什么 以福音为导向的基督徒 必须要警惕 因为我们有两种倾向 就是常常让我们的那个远离神的旨意的 因为我们在新约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非常频繁的 新约讲到的就是这两者之一 因为要纠正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福音的中心 然后进入这个国度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说在这个 在这个左边最左边的叫做律法主义 那么他呢就是一直的来吸引我们 引用我们 律法主义做什么呢 因为他给我们的一种信心 因为我们的行为 因为我们的善行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公义 我们怎么想 我们怎么样生活 那么呢 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能够更赢得神的这个喜爱 神的这个恩宠 或者是得到神的这个认同 那么另外 在右边呢叫做放纵肉体 也就是一个放荡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有允许可以去犯罪的 啊 我已经得救了 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 有这么样的大难 所以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已经为神所接纳了 所以呢 我有这个允许 我可以去犯罪 那么现在呢 圣行的 世界上的圣行文化 就不断的 要影响 基督的教会 那么我们 一则呢 会进入 律法主义的心态 或者是进入 放纵肉体的心态 但是耶稣 他呼召我们 是要有一个福音的心态 福音的心态 就是我已经被饶恕了 我已经被父所接纳 不是因为我的行为 而是耶稣基督 所以呢 我这个拒绝 我以前的 这个心思意念 还有这个行为 我要 因为爱的缘故 我追求 公义的一个生活 圣洁一个生活 这是我要的 因为我在新约当中 我要那个 我的新郎神来 我因为我爱我的新郎神 不是说 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才会被他认同 因为我已经被认同了 所以 我在去犯罪的时候 我是不舒服的 我是我生命中的不义 我是不舒服的 因为我要寻求 过一个以福音为导向的 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这个就是 耶稣所设计的 他称这一群人 为他的教会 那么彼得 他的任性是什么呢 他说 耶稣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个是 在这个圣经当中 最大的一个任性 那么 我突然间 我想 今天我想到 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对我个人的生命呢 也是有含义的 对你的生命 也是有含义的 这个就是我所了解的 基督 这是一个名称 就是一个为神 所恩高的 这就是这个意思 耶稣基督 就是 他能够拯救我们 他是被父 所恩高的 所以 神 要来拯救我们 你相信 那你 活在那个 世代当中 你在等这个弥赛亚来 你在等一个 大能的领袖来 帮助你 解决你的一个问题 那么最 问题呢 是外面的 外在的一个问题 因为弥赛亚呢 要来打 这个 摧毁呢 这个 以色列的 这个敌人 让他们的经济 能够繁荣 那带来这个喜 喜乐 当 弥赛亚来的时候 会带来很多 很多的益处 那么 你现在想 你是一个 年轻人 你是 这个门徒之一 现在 耶稣 他真的是被父 所恩高的 因为 他如果 没有父的恩高的话 他没有办法行 这些神迹奇事的 那我就想 这些人 他们 至终呢 都会相信 耶稣基督 是 以父 为父 所恩高的 不然的话 你怎么能够 做这些行为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 病人得救 这个 这个 大麻风的 得洁净 还有 五饼二鱼 所以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 神迹奇事 他的生命 是受恩高的 那我相信 大部分的人 都知道 耶稣 是这样子的人 起码 一开始的时候 我知道 你耶稣 你一定是 有恩高的 但是 彼得 他现在 在 踏入了 那个时代 非常危险的 一个地带 他说 你是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 这是一个 多么大的成言呢 因为 在 那个时候 在 那个文化 当中 你说 某某人 他是一个 就像我们一样 有血有肉的 会死的一个人 他说 这是一个 神的儿子 这个 就是 等于是 你 你把自己 放上了 那个死刑的名单了 这个是 人们没有办法 容忍和接受 或者是 喜欢听的 但是彼得 从父那里 得到了一个 启示 这个是 耶稣说 你这样说 是从父来的 一个启示 你就像你在 这个小组的 集合当中的时候呢 不是你自己 想出来的 而是父 来告诉你的 所以 你看到 耶稣 不只是 有恩高的 即使是 世界上的人都说 耶稣是一个 好的老师 他是一个 非常强的 一个 这个道德 的一个 拥护者 或者说 他是一个 先知 但是你 不会说 他是永生神的 儿子 但是 当耶稣成为 永生神的 儿子的时候 就表示 所有的事情 都要来围绕着他 像鬼道一样的 来围绕着 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自己的 喜好 我们自己的追求 再也不是我们 心中的王了 所以 你对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你像他 你接受了他的 这个福音 和拯救 那么他的 国度 只有一个道路 就是 那条道路 那么其实 这个在 初期的 基督徒 他们的名字 人们称他们 是 遵守 那条 或追随 那条 道路的人们 那么 他 耶稣 他现在把 这个福音的信息 传讲出来的话 对人们来说 是非常冒犯的 如果你是 他早期 即使现在 你是 追随 耶稣 的 门徒 那么 你想到 耶稣呢 比较会想到说 他是基督 他是有恩高的 他能够解决 你的问题 而不是 想到 会 没有那么多的 想到说 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你生命的主 因为耶稣 他可以来修复 我们生命中的破碎 他可以帮助我 破碎的婚姻 帮助我的 这个生意 或者是帮助我的事工 他可以拯救 我的这个健康 我们知道 耶稣能做 因为他是 有恩高的 那么 如果你 只这样看他的话 你就有一个倾向 就是把你自己的喜好 大于了 耶稣基督的喜好 因为你只想到 你自己的益处 耶稣基督变成是一个方式 而不是一个目的 那么 想到说 哦 他来 他是弥赛亚 他会拯救我们 这个解决我们 什么的问题 而不是想到说 耶稣基督 给我们权柄 我们是教会 我们才是 应该要完成 他旨意的 所以我们会看 耶稣呢 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不是 他是整个的目的 但是比如说 不是不是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 你在中心 你的喜好 你的旨意 是在中心 那么现在 我是加入 你的旨意当中 我是加入 你的任务当中 你来 不是 要成就我 我要 来完成 你对我的 这个旨意 所以 我们 变成自己 会不会放在 这个中心 变成 耶稣基督 绕着我们转 然后我们就 邀请耶稣进入 来祝福我们 这个 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的生命 能够更加的丰富 或者更加的 这个喜悦 那么这个完全 就是道反了 要耶稣基督 是在中心 我们像 像轨道一样 那些行星 围绕着 耶稣基督 这个太阳 那么 我们的绘画 就改变了 不是有关于 我要什么 而是耶稣你要什么 也不是说 我的旨意 我想做什么 而是 耶稣你的旨意 你要做什么 也不是 关于 我的渴望 而是 最 至终是 你的渴望 所以在这个 启示当中 就是教会的 一个基础 耶稣 成为 保罗在 格罗西 书 所说的 他说 耶稣是 在守卫 意思 就是 耶稣 是守卫 现在 耶稣 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居守卫 在 格罗西书的 一章十八节 不论是 他怎么样 来处理 这个金钱 能力 或者是 这个 性方面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他凡事上 居守卫 我们必须要 进入 耶稣基督 王的 这个统治之下 要顺服他 那么 我们要 让自己成为 佩德 进入 他的国度 在 C点里面 这个启示 是 一个 磐石 是 一个 核心 耶稣 基督 是 受恩 高的 并且 是 永生 神的 儿子 这些是 很大的 成言 在 西方的 基督 信仰 里面 好像就 变得 渺小了 那么 因为我们说 因为西方教会说 那当然了 他是神的 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当然 非常非常重要了 因为这个要 进入我们的 生命当中 那人们不 明白 当我们说 耶稣是 永生神的 儿子的时候 他的应用 是什么 他的 含义 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 一些话语 好像 这重量 是很轻的 而并没有 真正 抓到说 现在对我的 生命 是什么 重要 我必须要是 过一个 舍己的 生活 我要过一个 登山保训 的一个 生活 方式 我们 现在当 这个 邪恶 遇见邪恶 的时候 我不能 以恶报恶 我必须要 以善报恶 所以 这对我们的 生命有 非常大的 一个 带领 跟影响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授权 主说 这是 这个是 我的教会 要建立在 这个磐石之上 属于我的 这个子民 要把这个 行出来 神的子民 教会 意思 就是 Ecclesia 就是 这是被 从世界上面 呼召出来的 一群人 他们已经 不在 宗教的 体系之下 也不在 这个世界 的体系之下 两者 都不是 那么 他们的 这个身份 就是你 基督徒的 一个身份 你的 是 非常的 独特的 非常 不一样的 在 彼得 前书 二章 九节 说 这唯一能够 形容你的方式 就是 你是一个 圣洁的国度 你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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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君 君尊的 族类 那么 不论说 你是 从 哪一个 国籍 出来的 都一样 犹太人 外邦人 世界上 列国的人 都被呼召到 一个国度当中 这个国度的 元首 是耶稣基督 必须要 按照 父的 旨意 所行的 这个就是 我们 所进入的 这个 神圣家庭 和这个 国度 那么 我们 必须要 活出 这样子的 一个 计划 出来 那么 这些 这个 门徒 现在 非常的 兴奋 那么 他说 而且 他说 我要 赐给你 这个 天国的 一个钥匙 意思 就是 耶稣 是教会 的元首 现在 已经 授予 这个权力 给他的 子民 让他们 能够 行出 父的 旨意 他说 你现在 与我是 有一个 盟约的 那么 这个 我 其实 耶稣 可以自己 一个人 就可以 做的 他只要 挥挥一手 那个 神的 旨意 就可以 成就了 但是 他要 做呢 就是要 以他的 教会 他的 心腹 以佛 所述 五章 所说的 心腹 要同工 一起来 做 所以他说 我不要 独自来 做 我要 与你 一起 做 所以呢 我要 这个 分售 这个权柄 给你们 那么 你就 行出来的 不是按照 你的渴望 而是按照 神的 渴望 但是 你跟我 我们一起 来 所以我们 如此做 与他 同工 就是按照 代祷 按照 祷告 按照 这个 职堂 这个 代门徒 还有这个 宣教 每一个 门徒呢 都要 参与 都要 来实施 这个 神国的 这个旨意 那么直到 耶稣基督 再来的 那一日 耶稣 他警告 说 这个罪 将会 加多 意思 就是 这个 律法主义 或者是 这个 放纵肉体的 这两件事情呢 在耶稣基督 来的那个 世代呢 都会增多 这样子的 罪呢 让我们呢 很容易 落入 这个魔鬼的 诡计 当我们 想到 这个罪 的时候 就让我们 会怀疑 我们的信仰 那么 因为我们 讲到说 这个 假先知 或者是 这个 假的 这个 教义 他说 那就是因为 进入那个 非常的不道德 当中 是酗酒 是吸毒 等等 但是 还有一些 罪 是 讲的 就是 对 一个 宗教的 一个 系统 那么 我们认为说 我们这样做呢 是在 尊重神 其实我们做的时候 是悦家的 远离神 所以我们看到 福音 他不但是 在宗教的 信统 还有在这个 文化系统 当中 都要展开 所以 万西万口 都要顺服 在耶稣基督 以下 这就是神来 世上展开 他国度的方式 我们 没有什么 意见的 无论是 哪一个政府 无论是 哪一个国家 他们没有办法 来选举 谁是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因为这全世界 都是属于他的 他按照他的心意 来做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 这些 引诱 人们进入 罪的 那些 不法的事 就是 魔鬼的诡计 当这个 在 古时候 都是在城门 来 这个解决 这个问题 就是在那个地方 他们要做一个计划 来达到 他们的目的 所以就 讲到了 这个 阴间的 这个权柄 想要来 胜过教会 这个就是 魔鬼的诡计 想要 引诱教会 我认为呢 就是 引诱他们 进入 律法主义 或者引诱 他们的 放纵肉体 我们认为说 我们是在 服侍神 我们在 律法主义当中 我们以为 我们在服侍神 那不是的 神说 你一定要 将你的生命 活出 这个福音的真理 他说 不论你在地上 所捆绑 在天上 也要捆绑 在地上 所释放的 在天上 也要释放 所以 了解 这个权柄 这个神给 信徒的这个权柄 就是有了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呢 就叫做捆绑 和释放的一个原则 这个用语呢 是 在当时的时候 在这个拉比 他们当中 经常使用的 一个文化上的俗语 这些拉比们 他们捆绑 或释放 什么事情 就是 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行动 这个活动呢 是 不同意神的 或者你说 是圣灵担忧的 那么呢 我们就捆绑它 就让它不要发生 还有一些事情 是要被释放的 因为有一些活动 有一些心态 还有一些新的 这个活动呢 是被这个 通常都是被 这个宗教系统呢 所捆绑 那这个就是 神要来释放 所以拉比 他们在教导 他们的门徒的时候 还有他们在 会堂 在这个 犹太人的村落当中呢 他们所做的呢 就是捆绑和释放 那么你看到 在新约当中 耶稣就开始来教导 并且来以他自己的权柄 来展示 那么使徒就向他学习 这些原则 就是不论是捆绑 或是释放 凡事与不与神同心意的 都要捆绑和释放 那么也同时要释放 捆绑 两者都做 因为我们要遵从福音 要有以福音为导向 我们为什么有些事情要捆绑 有些事情要释放呢 是因为神的旨意 是要在他的死灵当中 产生出一个 全心全意的 第一界命的一个心 所以 这是 神 他要教会 他要在教会里面所找到的 不论你的心态啦 文 这个 行为 跟这个活动 是能不能够来配合第一界命 如果不能配合的话 有的必须要捆绑 就是要停止 有些要释放 就是必须要开始 对吗 我们知道我们克服罪 不是说停止犯罪而已 而是我们要回转 要开始来与神互动 所以有的东西要停止 叫做捆绑 有的要开始 这个叫释放 这个是以前所没有的 要释放出来 所以耶稣这里所说的 这些捆绑和释放的一个原则 还有这个教会的这个权柄 他不是主要是在讲的 属灵征战 在捆绑释放这些 邪灵或天使 我相信 有一些在这个应用 就是我们在自然界所做的事情 你在属灵呢 其实有连接的 我们相信 如果你在自然界做了一些 这个异端之类的事情 那当然你在灵界之后影响 你甚至可能被邪灵附体 所以这是有连接的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的认知 非常重要 要知道的就是 教会的一个基础 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基础 不是到处去 这个捆绑 我们认为是在属灵里面 说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是捆绑 然后我的 我的我的车啊 要我捆绑那个 让我的车啊 抛锚的 然后我要释放 那个来给我祝福的这个天使 那我们确实要捆绑 这个邪灵 我们也不要说 我们不能够去释放天使 但是 这里最主要的 这个应用呢 就是要来检查 我们自己的生命 还有我们 亲密朋友的这个生命 家人的生命 我们福音 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 产生一个全心全意的爱 我们来看B点 我们在耶稣的事工当中 以及后来在早期教会的领袖当中 看到这些捆绑和释放的原则 那么一般来说 那时候 当耶稣时代的这个宗教领袖 以及他们这个文化领袖 他们两者呢 都鼓励 那些不会产生神的这个公益 也不会创 也不会产生爱的这个事情 因为他说你们要 遵从这些律法 你们就可以追求神 还有一些说 不需要来遵从这个律法 你们就可以寻求快乐 所以 耶稣基督的能力和福音 是对付 那时的宗教领袖 以及文化的这个领袖 他们结合 所以这两边的领袖 他们结合起来 定了基督十字架 因为他们不要 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都不喜欢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生命展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挪去 这种情感的看法 好像耶稣出现了 他是一个好像宗教 这个领袖里面的 这个西皮尔那样子的一个人 他展示爱 所以人们有一个错误的想象 认为说人们接受了耶稣 非常喜乐 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人们完全不明白 这个他们最能够带来的这些影响 也没有想象到最要付上的一个代价 那么宗教的领袖 跟这个文化的领袖 他们结合起来 定耶稣十字架 一个无罪的羔羊 所以我们要明白 神 他 当耶稣放在世上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耶稣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窄路 那 他因为他们不喜欢耶稣 已经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 宗教领袖 他们非常的愤怒 当耶稣不像他们一样的 做那些宗教的事情 那么这个文化领袖呢 也不喜欢耶稣 因为耶稣比他们圣洁 那么所以他们 很多人在讲的这个耶稣 其实是他们想象出来的耶稣 他们出现在这个世界文化了以后 每个人都爱耶稣 所有那些暴躁的那些宗教人士呢 就看了耶稣说 哎呀对呀耶稣 我们都错了 我告诉你 我保证你 这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启示录说的非常清楚 历史也说的非常的清楚 这个福音也说的非常的清楚 一而再而三的 这个人的心呢 主要都是抵挡神的 但是神的怜悯 他吸引我们 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 向我们的罪悔改 进入他的家庭 所以以福音来释放 我们来看A点 犹太领袖 在马太福音15章 他们高举传统 让这个传统呢 与神的话语呢 是同地位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 律法主义所做的 他将这个 他们自己的相信 还有他们自己的 这个传统提高 与神的话语 一样的高 所以我们 如果 我现在想要这个 搅一下浑水啊 如果你不像我一样 投票的话 你就不在这个神国之内 我们暂停一下 我们真的 来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么 投票的这个智慧 有没有什么特别 投票智慧 确实有 要按照圣经的方法 但是 如果 你是不是要按照 这个思想意识形态呢 或者是政党 来投票呢 不是的 我们必须要谦卑 我要更谦卑 我要以基督为中心 我要 人们 爱神 在心里面 唤醒 爱神 我不要说 因为 我的喜好 这些人们呢 不应该在天国里面 这些喜好呢 其实 与神的诫命 无关 所以我不要做 那样子的事情 我相信你也不愿意这样想 所以 在马太福音 十五章 现在的人 制定了额外的律法 并且强加在人民的身上 这个是在 那时候整个 这个宗教系统里面 都是这样子 不只是在犹太教里面 而是我在指的是 所有的宗教系统 那么这些事情呢 强加在人民的身上呢 所以他们在 敬拜和奉献上的 都是错的 所以 我们看第九节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做道理教导人 所以 拜我 也是枉然 他们是用 人的道理 那么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把人的道理 来教导 当做教义来教导 说这个就是你 你生活的这个真理 这个就是你这样做 就会被神所接受 被神所 所以他们教导 是他们自己的 传统和自己的一个道理 让阻止人们 进入全心全意的爱神 在马太福音15章 这个为什么会讲到 他们耶稣这段对话呢 就是因为这些门徒呢 他们没有洗手 他们吃饭前没有洗手 所以这个宗教领袖 都非常的冒犯 这些宗教领袖呢 其实他们是高举举手 洗手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 它是一个仪式上的一个 必须要去洗手 吃饭之前必须要去洗手 这是一个仪式 如果你要做的话 那神就更加的来 这个接纳你 那么如果你 不这样做的话 你的心里面就充满了黑暗了 所以这个重点的是 放在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 而没有追求 这个内心的一个圣洁 心中真的能够毁谤人的 其实是在心里面 在马太福音15章19到20节 因为从心里所发出来的 有恶念凶杀 经营苟合 偷盗 妄政 磅毒 耶稣 他现在在捆 捆绑这些 作为 他说这些事情 是我父不允许的 这些事情 我们不能做 这些事情 父看了非常的重要 但是洗手 并不能让你 更圣洁 或者是 赚取 我父的 这个宠爱 所以我现在呢 释放你 释放你 不需要做 那么 人的 这个 还有或者文化上面的 加给你的呢 现在呢 我释放它 让你能够回到心里面 从心里面 全心的来爱父 20节 这些 恶念凶杀 这些事情 是污 汇人的 那么污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 我们 与神的关系当中呢 设下了障碍 我们没有办法 成长 全新的爱 行在第一界面当中 我们 与神分离 我们做不到 我们必须要 与他亲近 我们需要他的能力 我们必须要 认罪悔改 行在圣洁当中 因为 我们 要与父 有一个 更深密的亲密关系 享受 与父的一个喜乐 所以 至于 这些都是能够误会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但却不误会人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 耶稣也捆绑 也释放 就在 这一个行动当中 在 路加福音 第13章 耶稣在 安息日 医治了一个患有 属灵疾病的 妇女 那么这些宗教领袖呢 又不喜欢这件事情了 因为在安息日是不能够工作的 他们说你所做的这个神 神迹啊 是一个工作 所以他们在 就是 将他们自己的这个传统呢 远超过 耶稣基督 神子他自己 神子可以在 安息日 做什么 按照他的心意来做 因为他是 安息日的主 所以在这里所发生的 他也就在释放 将人们 从这个 在安息日不能够做善事的 一个事情呢 释放出来 因为宗教理想认为呢 你这个善行呢 也是一个工作 所以 耶稣 他释放 这个 人们呢 从这个 这个自我创造出来的 一个宗教 结构当中 并且呢 释放他们 进入了这个 呃 遇见他的一个自由 即使是在安息日 所以 他在 这个 会堂教训人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 病了18年 他说 女人 你脱离这病了 就是 你从这个病当中 被解放了 被释放了 所以我们 看到了这里 在 这个 自然界的 这个释放 也在属灵的 一个释放 因为他的自然界 医治了这个女人的病 然而在 灵 在这个 灵界当中呢 他释放了这个女人 不再被鬼附了 主 因为这个 管会堂的 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就 非常的气愤 主说 假冒为善的人啊 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 不解开 槽上的 牛 驴 牵去引吗 那么 况且这女人 本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捆绑了 这18年 不当 在安息日 解开她的绑吗 耶稣说这个话 他的敌人都惭愧了 众人 因他所行 一切荣耀的事 就都欢喜了 耶稣称这些 这个否认神的传统 以为说这个是顺服神 其实这是他们自己的传统 这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律法 一些规则 来限制说 谁在神国里面 谁在神国之外 耶稣称这些否认神的传统呢 为孝 那面中的这个孝母呢 会改变这个面的这个质地 和风味 他让这个面团呢 胀大 那么我小时候都觉得说 这个叫很好啊 这个叫进去的这个面 才会 面团才会发胀 才会变成好吃的面包啊 他耶稣的意思是 他已经改变了这个本质了 他已经改变了 他的这个质量了 改变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警告 他们说 这 法利塞人跟塞杜盖人 他们的教导 你们要小心啊 你们要预防 因为他们已经呢 创造了一些事情呢 加在神的话语上面的 是添加的 之后的日子里面 更加的知名的人士呢 会保持某种形式上的一种 宗教的形态 但否认神在福音中的大能 我相信我们就在这样子的日子了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说 他说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这个就是 是一个试验的日子 是一个困难的日子 第五节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换句话说 这些宗教的系统呢 在主来之前呢 这不会逝去的 不会还是在的 我们这些人 我们教会 我们听到那些人所说 我们好像有点同意 但是他们那个信息的核心 还有那些传信息的核心 他们心中呢 却是拒绝耶稣的 拒绝耶稣基督是神子 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生命 交给耶稣基督 他们是否认 这个饶恕 否认耶稣基督 神的这个话语 所以在外面的那些声音 听起来很对 听起来很好 听起来是属神的 又是有智慧的 但是他的实质呢 是否认神的大能 否认十字架 他说这些人 你们要躲开 不要去接受 他们的教导 不要你的这个知识呢 不要从那些听起来属神 但实际不属神的人而来 他们所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教 放在这个面团当中 他们要领导教会 进入更加的律法主义 或是更加的肉体放纵 哥罗西书二章二三节 保罗又这样说 这些规条使人 徒有智慧之名 用思义崇拜 是一个自表谦卑 是苦待己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 是毫无功效的 换句话说 最终 这些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事情 不能够产生 神的公义 还有在你里面 对耶稣的爱 有很多事情 在基督的肢体当中 是必须 在多年来都必须要去摔跤的 我们一则 更加的进入了 这个自我创造的宗教 或者是被拒绝 所以 有些人 被那些 不在神话语当中的事情 受伤 因为 人们 有刺青 其他人就说 我们拒绝这些有刺青的人 那么他们 或者是 人们站在外面 在抽烟 你在 认为抽烟的人 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吗 当然我知道抽烟是不好的 我认为抽烟是没有智慧的 但是 神的子民 这个教会 就说 你在外面 你不在我们的群体里面 真的 有一些 这个 基督徒确实 有对别人 有这样子的看法 或这样子去说 这个就是你自己 创造出来的一个律法 听起来好像是很有智慧 但是实质上 与 对拒绝肉体上的情欲 或是 产生 这个神的公义 一点 关系都没有 或者 我刚刚讲到了 这个刺青 或者是 约会 或者是 饮酒 该饮还是不该饮 那么这些呢 对于这些问题呢 是要用智慧的 因为保罗跟我讲说 凡事都能行 不是凡事都有益处 所以 当我们开始说 你要做这些事情的话 你就不在 神国之内了 你就在我们的 属生家庭之外了 但是这个不在 神的话语当中 如果我们这样 加进去的话 这个事情 你自己自创的 我们真的 不要走到 那样子的心态当中 在那个 那个时候 在 很多教会呢 它是 它是禁止跳舞的 如果你跳舞的话 你就会下地狱 真的 那很多人就说 怎么会这样讲呢 但是音乐 发生的时候 我就想动一动啊 如果说 我这样做的话 我就会下地狱啊 怎么会这样子 或者有人说 击鼓 还有说 不能够 敬拜不能打鼓 这个鼓呢 也是从这个 这是撒旦的心跳声啊 我千万不要这样做 有可能吗 有可能这是你文化上的一个喜好 或者是传统上的一个喜好 但是你把它高举 成为这个 神的这个权柄啊 还有 不能够放乐器在舞台上面 如果你在敬拜的时候 有乐器加入的话 你们是敬拜这个假神 很多很多 很多 还有这个在饮食上面的限制 如果说 我们不吃这些食物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 更加的圣洁吗 还是更加的公益吗 还是神会更加的接纳我们吗 但是 我读了这个 使徒青春的第十章的时候呢 那个 在彼得前面 降下来的那个 单子上面 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 我的意思 我就说 培根也可以吃了 但我的重点不是说 你不想吃猪肉 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以吃猪肉 或不吃猪肉呢 画一个见线 说谁可以进入我们的教会 所以我们不能拿我们的喜好 或者是我们传统 洗礼的传统 或者是这个敬拜的传统 把他高举 说不是这样做的人呢 就不在神国当中 这个就是我们造成教会分裂的原因 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 他说 你知道吗 在我们的中间呢 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 但是呢 我现在只传讲耶稣基督定时 我们一定要回到原始点 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 他的保险 他的谦卑 那么他 他为罪而死 我们要回到这些当中 而不要用其他的事情来决定说 谁能进神国 谁不能进神国 我们来看 F点 这个主会对付 并且根除 那些在主的诫命以外 附加律法的那些领导 耶稣是非常有耐心和恩典的 他甚至对耶稣别都非常的有耐心 他在起书二章 我们已经看到了嘛 所以他非常的有耐心 但是有一个时刻来临 他说这个已经不能够再行了 那么他要对付这些事情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五章 他说凡栽种的物 若不是我父所栽种的必要拔出来 他在讲的在这个 马太福音十五章的这个背景呢 就是在讲的这个 他们高举 高举这个传统 成为神的这个教义 他说你们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你们是瞎眼领路的 你们是瞎子领瞎子 你们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面 领导人民进入了错待 进入了这个不喜悦神的当中 因为他们所设立的这个 这个系统是不在神的话语里面的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并且领导人们进去 这样子会让人们真的是为神冒犯 我现在还要再讲 有关于捆绑和释放的一个结论 那么你们可以自己去读这个讲义 那么这些使徒们 他们到了不同的一个地方 他们看到了有很多事情 是不合神心意不在神的话语当中 他们就会捆绑 但是我在想 这有一个世代的神的这个子民 很多人呢 尤其是青年人呢 他为教会所冒犯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没有很多的一个 有关于在人们生命中捆绑释放的一个门徒教导呢 我在想说这是一个意外呢 或者是一个有意的 他们在有一些事情呢 是应该要捆绑的 我们没有去做 我们容忍了 我们容忍邪恶 容忍罪 或者是有些事情呢 是应该是要被释放的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去做它 因为我们留在这个传统里面 我们在想说这是神 是人所创造的一个秩序的或者是文化的喜好 因为在你家的时候 你会有个喜好 比如说你不能到我在家的墙上来乱画画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喜好 但是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喜好 高举 那些传统高举与神的话语同等 而说啊 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就在神之外 如果你不做我所做的事情 如果你 你有圣诞树 或者你没有圣诞树 或者你做这个不做那个 这些问题呢 都变成非常的分裂化 我们其实要有一个 良善慷慨的一个心 那所以我们要来这个 靠拢我们的这个家庭 让我们都能够进入谦卑当中 让我们的孩子 准备我们的孩子 能够为我们的敌人祷告 为我们的敌人来祝福 当敌人在我们的门口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家庭已经被预备好了 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时候 我们要拿食物去喂养他们 来祝福他们 他们不需要喜欢你 但是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这样做 因为我们所做的是 耶稣基督的做法 我们做的是福音的做法 我们不要进入这个旁边的 旁边的这些问题 不要进入这个律法主义 或者是肉体情欲当中 所以我真的想 为什么有这么样多的痛苦发生 因为我们有个带门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有一个带门徒的一个危机 我们很多的人们 就是从一个教会走 去另外一个教会 没有办法稳定 某些人一定要好好的扎根说 我们就造的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 我们好好的来做 父 我们奉耶稣的名 来请求你 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 那现在人们 在心里想了很多不同的 事情 在他们自己生命当中 或者是别人的生命当中 有些事情呢 是捆绑的 现在必须要受到释放 那么 奉耶稣基督民 在我们的心中 生命中释放这些事情 我们祝福要求在 另外一个领域当中 那些必须要 必须要捆绑的 要释放的 那我们要行在 福音的自由当中 要知道说我们是 从我们为父所接纳的 天堂的那一位爱我们 我们要行在顺服的灵当中 我们要顺服你是 因为你是我们的新郎神 我们求主 你拆毁那些错误的心态 我们所提 在成长的时候所经验的 或在教会里面所经验的 在那里 在那些伤口呢 已经变成了苦毒的 我们说耶稣基督 你来医治这些伤口 来医治我们的灵魂 那只说释放的 就一定是释放了 只说释放的 就一定是释放了 所以那些被捆绑的 按照耶稣基督的福音 今天就要得释放 还有那些是自由的 不是子让他们自由的 他们自由的地方 是因为文化让给他们 有一个犯罪的允许 那么我们现在 把他们带回来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要顺服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个就是国度的方式 这是耶稣基督 他有处理财产 财富的方式 他有处理这个性关系的 一个方式 我们要顺服 神的话 也是因为我们爱神 因为就是在这样子的 一个方向当中 我们的心才能够 真正的转向耶稣 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 产生第一诫命的爱 今天早上神的话语 碰触了你的心 你想说 我实在是太放纵了 有些地方我需要捆绑 或者是有的地方 我太设限了 我需要被释放 我跟你一样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也没有成为完全 如果你要向神来回应的话 我邀请你来到前面 你也可以在你的位置上 这样做 或者是身体 有生病的肩脏汗 你需要一个突破的话 也来到前面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我们求你 求你打破恐惧和羞耻 主我们求你 带来心上面的一个饶恕 他们的那些被错待的 被那些被排除的 被控告的 被那些自我设立的宗教 所排除的 耶稣说 你得自由 就必得自由 因为你让我们得自由 我们也可以让别人得自由 因为我们可以捆绑 我们也可以释放 还有 有些人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没有与神的话语来对齐的 我们就是 做表面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有这个隐藏的罪 我们是酗酒的 我们是做其他事情的 我们一天一天的 就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 神今天要来释放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求这个圣洁的灵 还有这个能力 敬畏神的灵 现在就来到你的子女的身上 来到那些你所喜悦的人们身上 这是我们是你所拣选的 你要洁净羞耻 洗净羞耻 洗净心上的冒犯和苦毒 让我们能够进入 神儿女的一个自由当中 各位我们今天的翻译就到此结束 祝福每一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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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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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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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